因为父母亲本来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其实我还认为我们是孩子的校长 因为校长他决定不同的老师 聘请这些老师们来教 所以我们有这一个权利 有这个神给我们的一个任务 就是来选择给孩子最好的 Homeschool的确是有很好的一些传统 我们可以拿来 或者是甚至你自己也可以修改 成为你自己的传统 这个就是最美的地方 我相信这位问的家长是非常有智慧 他只是问问我们这个consensus而已 并不是他有好的当然是一定可以接受 就包括我们所谓的中国式的教养 我们看到美国的亲子里面拥抱 这个牵手 爸爸妈妈常常在一起 在孩子面前 然后有很亲密的 这些都是我们也是来学习 我自己在非洲也几乎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那时候我小孩子还小的时候 我回来以后 我也是学一些非洲式的 包括这些我的孩子的东西掉在地上 然后我回来以后就改了 然后我说没有关系 孩子如果掉在地上拿起来再吃 也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在看到非洲他们吃这样 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现在孩子们 然后他自己他们也开玩笑 然后说我们有很好的免疫系统 就是爸爸从非洲回来改变了 他们的朋友掉在地上 马上还有什么看三十秒 然后就是或者是几秒钟 才决定是不是要洗还得再吃 所以再说一下 我们的这些所谓的三个老师 三思而后行 你也是听听我们的 不一定都是合适你的 但是从这里从那里 然后一点配合你自己家里面的 那你就是非常有智慧的这个好家长